在电视新闻里 主播和记者常透过图卡 进一步解释新闻内容 或者是呈现没有画面的重要场景 但是在以前还没有电脑绘图技术的年代 当时的新闻图卡 可都是由专人一笔一画绘制而成 91岁的水彩大师孙绍英 就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 他曾在台试任职20多年 负责新闻部的首绘图卡 这份工作得要在短时间之内 画出新闻事件的精髓 而且让观众一看就懂 其实很不容易 而当时有不少作品都被保留下来 不仅具有历史价值 也见证台湾电视的成长史 一顶鸭舌帽挡太阳 一个大画带放着颜料跟画纸 往路边一做 有时候就这样一整天 我开始学生 那时候还没有地方买画带 那几十年以前了 所以就是自己做画带 他是孙绍英 民国20年出生于山东 民国58年 台湾第一间电视公司台式成立 他就在里面担任美术人员 退休之后 他在南投县埔里天天画 从素描到水彩 从街上的人物到路边的小店 91岁的孙绍英 现在是国宝籍的水彩大师 白的学都是600 那这样的话呢 我满意的是 我觉得把雨山的那个感觉表达出来了 除了水彩的意境 他的双眼也见证了台湾的电视史 那我考到台试以后呢 最初在新闻部工作 后来调到节目部 做美工组长 一直到退休 以前主播台上新闻播播的内容 没有画面的 就由他想办法画出来 因为有了电脑以后呢 才有了手绘这个名词 说当年我在新闻部工作呢 就重要的工作就是手绘 他的双手画出台湾的历史 台湾的故事 那时候用的卡片呢 叫Telab 另外一种卡片呢 就是比较大的 叫Flip 那时候 电视上所有的画面 除了影片以外 都是用的这种小小的卡片 叫Telab 所以有时候一节新闻下来 有时候画好多张 画两个人穿绿色衣服 头上圆圆的头盔 手上还拿着步枪 军车冲撞营区 主题立刻浮现 勾勒之后上色 在新闻部工作的美术编辑 理解跟传达的能力要很强 那时候就是用签字笔 迅速地画完 然后加点彩色 为什么放在边下呢 小小的放在边下呢 因为这个地方是记者的位置 就在他的右上角一点点 如果说记者实际采访的新闻画面 是精彩的红花 这些美术图画 就是不可或缺的绿叶 穿着蓝色衣服的民众 拿着文件 走到悬挂老宝字样的柜台 很明显这则新闻 讲的是老宝的相关讯息 当年使用这些小卡 播报新闻的画面 没有留存下来 但新闻事件一件一件 都在十公分宽 十二点五公分长的后纸卡上 精彩呈现 当年播报气象也一样 用画的 气象 就是那个 除了温度 给轻视作人的字以外 当然还要配上一张画 孙老师拿起画笔 专注的眼神 五分钟不到 画纸上的这个人 撑着雨伞 雨还不小 这个碰片再加上 你们要请 这个大半都是大字 请诗多云 技法简单却传神 当年和孙老师配合过的 资深新闻主播也记得 那个用话说故事的年代 一张一张图卡是在这个 副控室里面这样 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那个 有点像看类似万花筒那样子的 那样子的一个机器 然后在里面一张抽换 孙少盈退休之后到南投县埔里 最新好山好水 二十三年前九二一大地震 他就在埔里 走出家门才知道 原来这么多人流离失所 我去到后人过重 那那天到那个位置一看 这个操场打满了帐篷 当时这是一个 理事性的大灾难 昨天很难过 我觉得我应该把它挤上 巷口卖鸡蛋的小店 地震过后传到第二代手上 当年的话 画上的人 事物 通通都认得出来 剥蛋还是在鱼蛋 应该是在剥蛋 然后就是阿公 把它买蛋 对 我有时候每次过来看 没有看到他了 对啊 因为我二国有的 店里的长辈不在了 老店的人情味还在 孙少盈当年画画的同一个位置 又画了一张画 也跟年轻一辈分享回忆 他那时候跟我讲 怎么能长这样呢 他说我还把很多大 送到庙里边去 给摘里面去 我想是用行脚来记录台湾 那么可以用画作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让我们的人们更能够体会到 这片土地上面的一些人文风情 那么更重要的就是 有一些景色 可能随着时间的一些眼镜 也做了一些调整 但是在画作当中 它是永远的呈现 孙少盈并编银白的法丝 有时光闪耀的色泽 纸上漠黑的笔触 写着岁月的故事 记录大地回春 记录美感经验 他在冒蝶之年 用电视新闻写实记录的工作背景 画出不同一般的艺术形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